20世纪因工程技术快速的发展 使人类大量使用地球自然资源 无形中握由改变地球环境能力 去造成地球环境产生负面变迁影响 使人类面临着生态及环境品质之劣化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 鉴于地球环境面对生态变迁与烈化问题 其以环境系统观点整合生物环境工程 水土资源与生态工程 环境系统与资讯等学科研究技术 合理利用地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达到地球自然资源永续利用 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之目标 本系之教学研究重点涵盖三大核心领域 生物环境工程领域 环境系统与资讯领域 水土资源与生态工程领域 我们生工系的绿房子我们是在宣导两个理念 一个是节省地球的资源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保存自然珍贵的雨水 所以在保水跟节能上 我们分别从庭院跟建筑两方面来做示范说明 像庭院里面我们在前院我们就做了不同高低水位的水塘 来保存雨水 不让雨水进到下水道流到大海里去 那后院呢我们是用集水井的方式 来让雨水进到集水井里面 供我们浇花洗车来使用 在建筑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以节能为主 40到70的电费 因此呢我们在庭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路边的小花 还有富裕池塘 还有生态池 那这些保存了雨水的池塘 都发挥了生态富裕的功能 我们的研究着重在于了解生态系统 与大气之间的交互作用 我们想要知道人为的都市系统的 二氧化碳排放情形 热能传输 以及其对于都市围气候的影响 我们也想要知道 自然的生态系统 如森林、草地 它们的吸收二氧化碳能力 并且了解人为的农作物 包含粮食作物、人员作物 它们吸收二氧化碳的人力有多强 并且知道在这些种植的过程中 排放其他温室效应气体的情形如何 这些是了解 全球温室效应气体减量 气候变迁及水资源应用的重要项目 随着时代在改变 农业已经变成一个生物产业 例如说生殖能源 例如说基因改造作物 这一类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慢慢的演变成为 用工程的手段来解决一些环境 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这一部分当然还是包括传统的水的问题 那像我们在做的大部分是水太多水太少 当然还有水太脏 那太多就像灾害 那通常在灾害里面我们关心的是 这些灾害风险的分析评估 那水太少也是一样水不够 对我们整个环境发展不够的时候 有些有限的水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度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用到很多的空间资讯 就是跟环境跟空间有关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技术呢 我们把它引用到一些社会 生物上面去 例如说从SARS开始 我们就帮忙去分析这些案例的 病例的空间分布的状况 感关心这一些公共卫生跟环境的关系 那慢慢的也引用到 登革热啦 糖病毒这一部分去 那所以你从现在可以看到呢 以现在社会的发展 单一领域慢慢它的发展会受到限制 所以有必须要结合其他的领域 来做一些共同的发展跟研讨 那生活环境系统工程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用系统的方式 用系统的概念 去解决一些环境相关的议题 环境系统跟资讯这一组 就是利用有关你 怎么样让这个环境系统的最佳化 还有我们了解到这个系统里面 有相当多的资料 需要整理 需要表现 所以我们也讨论 怎么样把这些资料 建立成一个资料库 然后利用地理资讯系统 来把它展示 那另外当然我们也很关心 有关你全球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 包括像它对于干旱洪水的影响 对于水土流失 对于生态资源 这些问题 我们都能够利用最佳化系统的一个分析 以管理 另外我们利用地理制系统 来做很好的展示 2005年联合国公布台湾 附入在三项天然灾害的面积达73% 台湾的山坡地面积也达75% 在这种情况下 水土资源的维护跟坡地防灾 就显得非常重要 教学跟研究的项目呢 包含水土宝石及水区经营 坡地 道路 社区 这一些的水土宝石工作 当然也包含水库泥沙的淤积 跟桥顿的冲刷 这些都是国土保安的重要项目之一 在水土资源保育的领域中 有一部分是坡地防灾及保育 坡地灾害一般有包括崩塌地 土石流 土壤充实跟淹水 因为近年来全球气候和环境 变迁非常的剧烈 造成全球非常严重的水土灾害 引起世人的关注 以台湾来说 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最严重的就是坡地灾害 还好呢 土石流的研究成果 能够很好地应用在 这一个土石流灾区的防灾上面 使得土石流的灾害 人民的伤亡降到最低 台湾的山坡地面积占了73% 第三 波地灾害普遍而且严重 因此 波地灾害及保育值得大家的重视 我自己所从事的是生态工程的研究 特别是生态工程里面的湿地 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有趣 希望能够借着工程的方法来创造更多的湿地 使得很多野生动物可以获得保护 很多平尾的植物可以获得保护 第二个 对于一些已经烈化的湿地 过去在阳明山有非常重要的水酒的保护区 在孟幻湖 但是它已经逐渐的烈化 我们借着工程的方法可以把这个已经烈化的环境 已经烈化的湿地可以富裕回来 第三个 有关于有时候有些污染会排进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湿地 来成为污染可以获得进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第四个 我们借着湿地的保护 借着湿地的研究 对湿地的建造 我们可以把湿地成为人跟环境当中 一个非常好的反充区 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在改变 我们的气候在变化 我们人受到环境的影响会越来越密切 我们需要一个反充区 需要成为一个环境不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人类 湿地成为非常的保护 在课程方面 重视生物环境系统工程的基础训练与应用 强调学生实作能力和经验的培养 由基础专业课程安排 建立学生良好的学习根基 并透过核心课程规划 专精探讨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科领域 并依本系三大领域 规划核心选修课程 提供学生依个人志趣钻研 培养学生经验能力 藉由三阶段完整课程规划 培养学生发展五大核心能力 成就具竞争力且全方位的 生物环境系统工程专业人才 本系三大领域之师资 环境资讯等投入各项研发与创新 在水土资源与生态工程方面 针对水土资源工程与保育 地下水开发与污染防治 灌溉排水规划与水工设计等 进行深入研究 这三大重点领域研究产出 居于国内生物环境系统研究 发展上领导地位 且研发成果更能造福社会 改善环境问题 本系教学环境优良 教师教学认真研究卓越 各重点领域均有一流之 专业研究仪器与设备 提供学生最健全且优质的 学习与研究环境 本系贯彻国际观点 与永续地球村的理念 参与中日韩水环境学会 与亚洲学者共同商讨环境对策 积极参与国际性学术交流 与国际互动良好 掌握全球研究与环境变迁 之领域新动向与发展趋势 本系亦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及主办 各项国内外学术性交流活动 以活化学生在生物环境 水土资源等方面相关知识与技能 进一步提升学生国际观 与企划管理能力 此外 以培养学生发展人文关怀之心胸 鼓励师生共同讨论环境议题 创新与研发环境问题 解决策略模式或工具技术 并基于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之精神 将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 培育每位学生具备社会责任 本系学生拥有宽阔的未来发展空间 可选择进入相关领域研究所 钻研精进 或透过公职考试进入公务体系任职 或参加技师考试成为专门职业技师 或进入民营机构担任工程师 或进入学术领域担任研究员或从事教职 此外 易于经济部水利署、农委会、环保署等中央政府单位 在其业务政策推动保持良好协助关系 使得在政府机关与产业界有许多毕业系友 于这些工作纲位上效力 其中更有多位杰出系友担任要职 致力于生态环境改善政策之研议与制定 全系师生互动良好、向心力强 让毕业系友时常以回馈方式 支持本系发展与相互交流 更是成为产官界之合作桥梁 提供新投入职场之毕业学生协助 其实生物环境系统工程这个名词 在台湾是一个很新的名词 这个名词代表了三个领域 包括水土资源、生物环境工程以及环境系统 这三个领域其实对现在的国家社会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在传统的工程领域之外 我们又多了生物环境的观念以及资源管理的一个观念 我想现在除了硬体的工程建设之外 我们有更深的一层的需要就是我们对这个环境 还有跟我们生活的关系 我们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让我们的硬体的建设可以搭配到一个环境上整个的一个营造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可以更好 让我们可以免于灾难 当我进入业界之后 我发现之前在这六年所学到 其实是非常非常所谓尖端 或是非常所谓比较前卫的一些最新的观念 怎么说呢?在2000年的时候 我刚从深工系大学毕业 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所做的研究是什么? 是所谓的气候变迁 是所谓的永居发展 是所谓的水资源管理 而这样的议题 在2008年到2009年才开始逐渐的发光发热 而这些东西当市场都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我却已经在这方面的领域已经经营了很久了 而这也都是深工系和深工所的教授们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深工系上的深工所最棒一点就是 所上系上的教授们会针对未来时代的发展 而不是现在是未来 会逐渐不断的调整研究的方向 以及所上课程内容的整体规划 而我们学生可以学到最新最有用的观念 而当你正式踏入职场之后 开始真正需要发挥所学的时候 刚好这些观念用上了也刚好符合那个时代 本系之校园生活多彩多姿 除课堂上的学习外 还提供丰富多样化的课外活动经验 让学生有机会探索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科的奥妙与乐趣 并且从中获得人际相处与企划沟通能力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 积极致力于地球环境生态保护 环境永续发展之改善与传承 为人类未来生活尽心尽力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 欢迎您的加入 集园